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向美国倾销木制橱柜 美国商务部3号公布的初步调查就显示 中国以4.5%至262.2%的幅度向美国倾销木制橱柜 路透社星期四的报道还说 美国商务部同时正在调查这些进口木制橱柜 浴室柜还有相关组件是否接受了不公平的补贴 并且在今年8月向两家出口木制橱柜 和洗手兼柜的中国公司收取了现金保证金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在明年3月就美国相关行业是否受到了进口商品影响 做出最终的伤害裁决 据介绍说 2018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约44亿美元的木制橱柜 洗手兼柜以及相关的部件 加州一街道更名为达赖喇嘛大道 加尼弗尼亚州李氏满市议会星期二投票决定 将亨廷顿大道其中的一段改名为达赖喇嘛大道 向当地的藏人社区和达赖喇嘛致敬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说 李氏满市将为新的接牌支付215.38美元 新接牌有望在未来几周内装好 北加州藏人协会向李氏满市提交了申请 为哥伦比亚大道和圣华金街之间的这段 亨廷顿大道更名 这条街道也是协会文化中心的所在地 市议员爱德华多马丁内斯表示说 街道更名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找到藏人协会的大楼 四中全会治理为主题 人事方面或有异动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于本月在北京举行 其核心议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预料将达成决议 香港《明报》发表《中明九》的署名文章 文章就说分析者表示说 从历史严格议题设置还有当下情势等多个维度可以研判这次会议之于新时代的重要性 有中国学者统计中共自一九二一年建党以来一共召开过十一次四中全会 即将举行的是第十二次 也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九次 从召开时间来看 多位于成前起后的关键年份 议题所涉中共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 逼者树立发现 1989年以来四中全会每五年在北京召开一次 多在九月的中下旬 五年前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于10月20号到23号举行 从会议的内容来看 多集中在经济、党建、改革等方面 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讨论全面依法治国 被视为中共史上的首次 根据官方较早的发布的信息就表示说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若干的重大问题 有专家预计这次会议将充分肯定 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 分析国内外最新的情势 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去年以来中共更是自上而下的推行了 史上规模力度最大的中共和国家机构改革 刚刚隆重举行的中共建政七十周年的庆典 中华民族正处于复兴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 2020年欲消除绝对的贫困 全面的建立小康社会 接下来还有诸多的规划性的奋斗目标 包含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2050年建成现代化的强国 而此季 国际形势异常的复杂 深化改革任务繁重 充斥着挑战和风险 比如中美关系的交锋当中的调试 还有贸易战还在进行 持续近四个月香港数欲净而封不止 局势尚未真正的安定 治理现代化关乎大棋局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哪天召开 有没有人事方面的安排 对外发表怎样的公报 不久就会揭晓 禁谋面法报争议香港坠集权加剧撕裂 十一国庆日锦鸣激烈的冲突 两个不同渠道的消息向香港明报就指出 政府你透过引用1922年订立的紧急情况规律条例 《紧急法》定立反蒙面法等等 行政会议四号召开了特别的会议讨论 民主派表明反对 法律界立法会的议员郭荣强形容 启动紧急法立反蒙面法 是香港跌入极权社会的第一步 会加剧撕裂 香港明报的报道说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昨天晚上出席活动时 被记者问到如果推行反蒙面法 会不会重蹈乌克兰的覆辙 但是林郑月娥没有回答 根据了解 行政会议最快将在今天讨论定立反蒙面法 或由林郑月娥亲自向公众交代有关的立法 两名消息人士表示 港府近月以来已经酝酿有关反蒙面法的立法工作 行政会议近月讨论过一次 但当时并没有接纳 近日看到示威者的暴力有所升级 当局可以立法将示威者使用的一些武器 如弹叉 列为法力名利禁止的武器 只要持有就可以居人 民间记者会昨天晚上回应了反蒙面法的传言 至今 郑月娥亲自向公众交代行政会议 公众交代行政会议 郭荣强昨天就表示说 担心政府日后会进一步的钳制港人的自由 例如延长被捕者的拘押时间 甚至取消区议会的选举 如果政府取消了区选 国际社会会认为香港迈向了极权 将成为事实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就表示说 引用紧急法定立反蒙面法将于事无补 不但社会怨气没有排解 而且如火山加油 他指担心政府之后 会不断的透过紧急法定立新的法规 来钳制市民的自由 包括押后曲选抹杀市民 仅于的表达意见的机会 社会将进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资深的大律师行政会议的成员 汤家华昨天就在香港电台千禧年代 讲述了不同法律手段的利弊 他表示说 个人认为 肖禁令对港人影响太大 他宁愿实行紧急法 应对奉公守法的市民不会有影响 但对外来的投资者就会带来影响 但他对紧急法仍有很大的保留 包括法则如何执行 市民如何接受等等 有意见认为 应赋予警方更大的权力去处理动乱 他认为延长拘留和反蒙灭法都有用 形容是不可接受当中比较可以接受的方案 他说现在警方拘留很多人会来不及处理 如果把拘留的48个小时延长到96个小时 就可以作为支援警察的一种措施 港警的新手册放宽了武器可使用的范围 正值中国大陆十一国庆的时候 香港再一次的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送中的抗议活动 而参与示威的高中生胸部重担 令外界质疑此举是否港警用枪相关的规定 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说 港警的程序手册已经有了新的修订版本 其中可以使用枪械的致命武力攻击定义 从意图引致他人死亡或身体严重受伤 修例为引致或相当可能引致他人死亡或身体严重受伤 根据台湾媒体中时电子报的报道说 香港警队不公开的程序手册 分裂六种可能受到的武力使用层次 即心理威吓、语言上的对抗、消极对抗、顽强对抗、暴力攻击以及致命武力攻击 建议警务人员可以使用相应的武力 如口头指令、徒手控制、使用武器包括枪械 根据最新修订的文件 与2017年该张文件对比 警方就最高三项武力使用层次有多项的修补 报道指出 钢琴可动用最高武力层次的致命武力攻击定义 由以殴打、行动、意图引致他人死亡或身体严重受伤 修订为以殴打、行动、引致或相当可能引致他人死亡或身体严重受伤 而暴力攻击的定义又有了调整 由殴打、行动、但无意图引致他人身体严重受伤 修订为肢体殴打、引致或相当可能引致他人身体受伤 至于顽强对抗的定义则没有改变 都是指实质行动抗拒人员控制 其行为可能引致他自己或他人受伤 警方便可以做膝状、踢、直臂、压倒等强硬的拘压控制 但新增的喷剂、催泪弹、催泪水剂等催泪剂的装置 另外警棍也由原来的中级武器改规划为了低杀伤力的武器 与橡皮子弹、布袋弹、海绵弹、截水炮车同等 中国会不会出手拯救美国经济呢? 数据显示美国经济衰退的信号越来越强 有理由让全世界担心的是中国这一次不会出手相救 据彭博社的报道说 仅过去一个星期 美国制造业指标就意外的跌至了十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私营公司的就业人数的增幅也低于预期 经济学家开始怀疑美国是否已经接近所谓的停滞速度 即在没有陷入衰退的情况之下 陷入了最慢的增长速度 与此同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月可能会下调全球经济的增长预期 上两次美国经济衰退分别是在2001年和2007年 在这之后 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之一就是中国 随着金融危机的升级 中国政府打开了信贷的闸门降低了利率 从而刺激了从澳大利亚的煤炭到德国汽车等各种产品的需求 这一次我们不太可能看到这样的情况 中国政府对新一轮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 因为它在弥补过去十年的挥霍无度 这种挥霍导致了债务的大量聚集 加剧了资产的泡沫 尽管中国当局去年一直在刺激经济发展 但他们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非常谨慎 经济学家一直预测基本率率会下调 但是这些都没有实现 中国央行倾向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因为官员们关注的是将信贷引向商界某些领域的最佳途径 而开放式的宽松货币政策并非如此 这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金融危机期间 世界上最重要的几家央行协同降息 中国也参与集中 北京的介入使中国成为了全球货币秩序的重要角色 零售旅游阴霾黄金周陆克大跌62% 亚洲股市星期四也就是10月3号的时候全面下跌 唯独香港的横指在传出政府拟动用紧急法禁止蒙面示威之后 反弹上升了0.3% 收报26,110点 香港8月份的零售数据比去年同期下降超过两成 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 国庆的黄金周10月1号大陆的访客到香港的人次比去年同期下跌了六成二 法新社引述新加坡最大的证券公司大华济贤香港有限公司史蒂芬良的话就表示说 港府引入了禁蒙面法至少给投资者一个希望可能有助于冷却持续数月的抗议活动 史蒂芬表示说如果抗争者上街示威会被确认身份 他们可能会三思而后行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本地的股市比如地产和零售股都上涨了 不过香港政府是否会动用紧急法禁止蒙面示威 以及定立禁止蒙面法之后上街示威的人数是否会减少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持续了三个多月的抗议活动已经给香港旅游和零售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港府统计处星期三的时候就公布的数据显示 港府八月份的零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3% 是有纪录以来单月最大的跌幅 奢侈品市重灾区八月份珠宝首饰还有钟表 以及名贵的礼品的零售额出现了创纪录的下滑 同比下降了47% 百货公司的货品的零售额同比下降了30%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银美铃分析师的话就表示说 八月份香港入境旅游客的数量也大幅的下降 主要是由于中国内地的游客选择不去香港旅游 这是导致当月香港零售额锐减的主要原因 美铃预计到年底之前香港的零售销售情况不会好转 并且担心香港失业率会上升 据香港入境处最新的数据显示 10月1号中国的国庆日的防港旅客的人次 比去年同期下跌了近6成 其中内地游客更是跌了6成2 去年有近25万人 今年只有9万3千人 香港7月和8月份的游客数字 急速下滑超过了4成5 普京说俄罗斯协助中国建造导弹防御系统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俄罗斯正在帮助中国建立导弹预警系统 这将极大的增强中国的防御能力 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全体会议上发言时 就表示说 我们将在航天军事技术等领域进一步的开展合作 我们将帮助中国建造导弹袭击预警系统 这将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的国防能力 因为目前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拥有这样的系统 普京说 美国总统川普今年早些时候决定退出1987年的中程导弹条约 这削弱了国际战略的稳定 美国指责俄罗斯违反了该条约 俄罗斯则否认这一指控 同时还表示 新的或者重新签订的核协议应该包括中国不断扩大的武器库 中国拒绝了这一建议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建立于2004年 俱乐部的名称瓦尔代 俄罗斯则否认为俄罗斯 因为第一次举办会议的地点 比邻瓦尔代湖的俄罗斯大诺夫哥德士而得名 该俱乐部的学术潜力享誉俄罗斯乃至全世界 自建立以来 有来自62个国家的超过1000名国际学术研究界的学者 参与了俱乐部举办的会议 孟晚舟继续受审 丈夫第三天道庭旁听 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的副董事长孟晚舟 去年在加拿大被捕 案件轰动了全球 多次保释聆讯之后 卑诗省的法院从上个星期开始 处理了孟晚舟一方提出的终止引渡聆讯的程序 相关的聆讯星期四 也就是10月3号仍然在继续 聆讯于温国华时间3号的上午10点开始举行 孟晚舟于开庭之前的15分钟抵达了现场 穿着咖啡色外套和西裤的她 下车之后没有看到平日里灿烂的笑容 匆匆忙忙的进入了法院的范围 孟晚舟的丈夫刘晓宗第三天道庭旁听 预料辩方本日将提出反击 临讯开始之后由辩方先发言 辩方指 皇家奇景于去年的12月4日 将孟晚舟的电子产品 包括一台iPad 一部苹果的笔记本电脑 一部iPhone7 Plus 和一部华为的Mate20手机 将各设备的序号手机号码 及SAM卡号码拍照 交予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同一天孟晚舟的电脑以及手机 曾被他人开启 辩方律师指 去年12月1日孟晚舟过境的时候 其手机属于飞行模式 但是到了12月4日 手机不仅被人开启 甚至更是启动了WiFi 辩方反驳 检察官指 边境服务局将孟晚舟的手机密码 交予了皇家奇景 是一个错误 但辩方反指 认为这是违反了孟晚舟的宪章权益 是非常严重的行为 辩方指即使控方强调合法拘捕孟晚舟 但是这仍然违反了引渡法的程序 属于非法的程序 检察官在庭上列出了各种证据 除撇清皇家奇景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关系 同时又强调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独立执法 以图推翻辩方的阴谋论 嗨 遍布世界的明镜网友们 你们好吗 今天你所在的国家有什么新闻 2019年对明镜而言是不寻常的一语 经过两年多的积累 我们正式进入高速成长阶段 蜕变虽然艰辛却也幸福 我们终于可以展示飞翔 短短几个月内 我们打造了今天大新闻 明镜聊天室等精彩栏目 开发了文资邮报 音频播客等周边产品 并组建了一支来自全球的优秀专业团队 从今天起一直陪伴您的明镜 将更进一步贴近您的生活 我们正式推出明镜专属周边商店 以后记得抱着明镜抱枕 看明镜电视 也可以作为靠背 看见久了也不会累 出门时记得把您的书籍 笔记 笔记 装记 点点今天是准备手带 走到哪里 读到哪里 读到哪里 想到哪里 此外我们还推出了手机壳 休闲服装 马克威等其他产品 未来我们还将陆续上线更丰富精彩的商品 您也有机会参与产品的设计 并获得价值回推哦 明镜从线上到线下的陪伴 带您了解世界的变化 守护您走过人生的路 您善意地支持我们温馨投赛 让我们与世界并肩同行 爱新闻的人永远不寂寞 当然 这只是我们2019年发展规划的一个环节 为了几个月内平静如来 从内容到周边 甚至到媒体生态系统 都将更加丰富完善 我们深知 我们还不够完美 成长途中也多挫折坎坷 但是有您的陪伴 苦涩也甜蜜 唯有用更好的自己 报答最珍贵的 中国大湾区能够缓解香港的住房困境吗?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 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房地产价格上涨以及缺乏负担的起的住房 就使得香港的居民正在探索更大的大湾区 以进行下一次的房地产的投资 无论是度假屋还是退休之地 但是中国的发展计划能否起到间接缓解香港城市住房危机的作用 还有待观察 房地产经纪人就声称自今年早些时候大湾区开发计划发布以来 他们注意到了跨境房地产投资有所增加 这是由于去年中国的移民法发生了变化 这意味着合格的香港居民现在可以选择在中国大陆居住以及工作 而无需其他的签证或者批准 这种变化至少消除了寻找更加实惠的住房代替方案的人们的障碍之一 但是仍然存在许多的障碍 包括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的机会 这对于香港正在考虑将中国内地作为退休选择的不断增长的老年人社区尤为重要 现年60岁的叶先生在1997年香港的政权移交之后不久 便以250万港元的价格在香港购买了一个560平方英尺的公寓 现在的价格约为当时的三倍 他表示说他不建议住在相对较小的公寓里面 他说他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居住过 但是近几年曾在大湾区的多个城市参观过几处住房 另外他也补充说他一直关注着跨境的水和食品的安全 他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大陆购买房地产 是因为对于公寓供过于求而产生的投资回报率表示怀疑 大湾区是中国政府的计划 旨在江珠三角洲的九个大城市也就是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惠州、江门、赵庆 连接成为金融和商业的综合体 大湾区目前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合计是1.34万亿美元 人口为6800万 该计划要求未来十年该地区发展并超越美国的旧金山的湾区 以及东京大区等类似的经济区 例如广东省正在试图通过提供税收补贴 以及支持性的医疗保健和教育政策来吸引香港和澳门的人才 而越来越多的疗养院也正在向香港居民敞开大门 但是香港最近的动荡在年轻的民主支持者当中 引起了对中共对中国统治的不信任的浪潮 他们现在表示不管有无负担的财产 他们都无意越过边界 土地供应的短缺和高昂的成本是香港住房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大湾区的临近 鼓励一些在香港工作的人居住在大湾区 是缓解香港住房问题最有希望也最具成效的方法之一 香港中文大学房地产与金融学助理教授胡信教授就表示说 45岁的香港居民刘信先生正在考虑这样做 他和其他38位香港居民最近参加了由房地产中介组织的 免费大湾区购房者之旅以探索广东省可用的选择 每月收入在2万港元到3万港元之间的刘先生 在2013年以15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在深圳的盐田购买了一个80平米的公寓 目前的价值超过了300万元人民币 尽管仍然远低于深圳的平均房价 但是由于香港和深圳的房价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他负担得起另外一套房子的能力 他现在正在广东省寻找较小的城市 因为他的预算不到100万元人民币 而这一次刘先生的目的地是广东一个人口约330万人的三线城市 香港居民现在可以在中国购买新房 而以前只允许他们购买二手房和商业房 就在10年前 香港的工人阶级很容易在广东省负担得起体面甚至优越的生活方式 然而过去20年来香港的收入停滞不前 同时该省的房地产成本也急剧上升 这意味着香港居民的消费能力在下降 在1980年代到2000年初 广东人非常羡慕香港人 女孩子都想嫁给香港男人 因为这样的婚姻意味着优雅而富裕的生活 而对于现在广东的当地人来说 香港公民只是另外一个路人 一个不起眼的人 40岁的香港居民戴维李这样形容表示 他在1990年代末毕业 并且在香港加入了一家私人的通讯公司 也曾经在广州和深圳生活和工作 李先生于2002年在深圳南山区一个高档的社区 花了48万元人民币 买了一套72平方米的新公寓 相当于当时李先生两年的薪水 该物业靠近该市最繁华的购物区 高尔福球场和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主题公园 世界之窗 李先生于2008年以大约9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 将其出售并且返回香港工作 现在同一社区的平均价格 已经从2002年的每平米7000元人民币 上升到了2019年的76000元人民币一平 而就在2002年的时候 香港人甚至不需要贷款 就会在深圳购买公寓 而且是一次性付款 香港大学的毕业生很容易 在深圳或者广州最好的地段 买到一套甚至是几套公寓 赵庆是中国大湾区三线城市之一 这里兴建的新公寓 以面积78平方米来算 两居室的价格仅为50万元人民币 约合7万美金 与中国的物价上涨相比 香港新毕业生的平均起薪 仅从20年前的约5000港元 增加到12000港元 而与此同时 人民币对港元的升值幅度 约为20% 福利地产的高级销售总监 江木格就表示说 赵庆高铁站附近最新项目的买家当中 有10%来自香港 由于与香港的高铁相连 他们项目的目标主要是锁定在香港的工人阶级 现在香港政府的压力很大 他们需要建造更多可供出租的公共住房 香港房屋的记录显示 截至到6月30日 香港政府计划以低廉的租金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 其中有210万人居住在79万2800套公共租赁的住房当中 根据政府的数据 普通申请人的平均等待时间约为5年05个月 目前大约有147900名申请者正在等待加入该计划 人们希望香港可以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补贴住房 特别是针对低收入和年轻人 但是必须注意到的是 由于香港的公司税和个人税率都非常的低 政府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土地销售或房地产相关的税收 因此政府必须倚靠与房地产相关的税 来制定财政的预算 但是对土地销售和房地产相关的税收的收入的过度依赖 导致了私人房地产市场的升温 鉴于香港楼市的压力 跨境提供宽敞廉价的单位吸引了一些购房者 特别是那些早年移居香港并在广东仍有亲戚的购房者 因为他们寻求的是较少拥挤的生活 香港政府统计处在2017年的时候预测 香港的老年人口将从2016年的116万增加到2036年的237万 这意味着总人口中31.1%的年龄将超过65岁 至少30年之内 老年人口将保持在230万以上 2013年香港政府启动了广东计划 2018年启动了福建计划 两项计划均向选择居住在北部两个省份的65岁 以及以上的合格居民提供每个月1385港元的津贴 香港政府最早将从2020年开始 扩大普通老年生活津贴和老龄者津贴 目前的计划是提供每月特殊津贴 以补充65岁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生活费用 以帮助居住在广东和福建省的香港老年人 政府估计约有25000人将最终从该计划当中受益 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表示说 香港政府也可以考虑通过建设设施 比如说老年护理和养老院来缓解土地供应问题 这些设施需要在广东边境的大量空间 香港有些老年人居住在没有电梯的老年公寓当中 但是他们不一定愿意住在广东 老年人一旦跨界居住将面临许多的挑战 因为他们将脱离香港的医疗和社会保健体系 他们也可能难以融入一个新的但是陌生的社区 香港大学绣保老龄研究中心的主任卢维安这样表示说 被吸引到大湾区就业和购买更多负担得起的住房的 具有特殊才能的香港居民 可能会要求雇主提供特殊的终极和教育福利 以提高跨境入境的吸引力 尽管对老年居民并非如此 而这笔额外的负担会影响到任何重新安置的决定 中国的某些省已经在争夺香港人才 一些省市向毕生提供了居留许可 使他们能够获得当地的医疗保健和教育 而另一些省市则试图通过税收和住房激励措施来吸引工人 为有效地执行这些安排制定战略计划 为了鼓励老年人和患者住在大湾区 香港政府可以向当地政府租用土地 所有的物流物资和人员的安排都可以与香港相同 例如在这些机构工作的护士和医生可以从香港 而不是本地聘用并且薪酬与香港相似 明镜新闻台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